咱俩已经没关系了 而且我现在跟谁在一起 都和你没关系 而且我今天 还把那个男生给带来了 因为我不想他总是那么闹那么闹 大家都没法好好生活 我们能见见那男生吗 可以 那你帮我们请一下 就在台下 主持人好 嘉宾男朋友好 他喜欢都是同款的 你看 来来来 来来来 怎么称呼 小张 小张 对 怎么认识的 在夜店 朋友的生日聚会上 认识了多久 差不多两三个月吧 才两三个月 你们俩现在什么关系 他俩没关系 恋人关系 我们是恋人关系 挺好是恋人关系 这有你来的什么事 我来是保卫我的爱情 因为你没关系好不好 他和你已经没关系 他单方面已经和你分手了 那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根本就没分过手 我去那方也是为了他 他单方面 我们说父母已经同意我们的婚姻 你是不是知道 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呢 你不要老说情绪的事 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有 来自百合网的首席咨询师 周晓鹏 周老师 欢迎周老师 华语嘉宾的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欢迎 青年演员 蓝希 欢迎 爱听导师 涂磊 涂老师 欢迎 我们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 第一对嘉宾朋友 当时我不让你走 你非得走 说什么都不听 虽然我当时什么都没说明白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分手了 我当时走不就是为了多挣上钱 以后咱们结婚吗 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啊 我以前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现在不想结婚 你逼我逼得那么紧 大家现在分手了 我跟谁交往都和你没有关系了 什么叫没关系了 我又感觉咱们从来就没分开给我 反正我就是不同意 你跟别的男人在一块 你说你现在就回来找我 我也挺难受的 你现在能不能别逼我 逼得那么紧啊 让我自己想想怎么选择 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 你必须得回到我身边 不能跟别人在一块 看小片的时候 听到现场观众都乐了 爱情里还有必须是吧 那这一队的冲突 应该怎么解决呢 来 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鱼27岁来自山东酒店管理 女嘉宾小鱼23岁同样来自山东 是一名健身教练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27岁 23岁 认识几年 认识 我们从小都是在一个大院里 那你们这种恋人关系大概有几年 两年 现在你想结婚 对 可是这个小片里面 女生说你们分手了 是吧 对 因为她当时嘛 她就说我们就处了两年的恋爱关系 然后后边大半年多 她都是在南方 跟她朋友去做生意 不让她走 然后她非得走 走了之后吧 就也不跟我联系 就觉得我们俩就 濒临那种腰散的状态了 两个人以前的感情好吗 感情非常好 以前的时候我比她大几岁吧 然后全然比较黏着我 但是她管得特别多 就是我跟她在一起 太过分的衣服不能穿 头发从来没有染过颜色 就是一直 她喜欢长发嘛 就一直黑长直 黑长直 交往两年 对吧 对 什么时候开始想跟人家结婚的小伙子 一年半的时候吧 我们家长都是见过面的 然后我感觉确实年龄到了 该谈婚论嫁就很正常地走 她也是同意 也没当时说很反对 我同意了吗 然后跟我一块去看酒店 我跟你说了恩便 我不同意 那你为什么要陪着我一块去看酒店 订酒去结婚 那是你想去 你非拉我去 但是我没说就是一定要 现在就要结婚吗 明白 就先看看啊 这个后来怎么去的南方 南方那个正好有个机会 我朋友嘛都在那里 一块我们说要喝多点东西 赚钱在哪赚不都一样 那去的话可能就一年的时间 就可能在这三年 两年 一年半 我当时不让你去 你跟朋友抱怨 然后他朋友说 就这样的姑娘 你跟她好干嘛呀 嗯 然后她也跟着述和 我们商量好都去了 去了就光等我自己 就因为你 你不同意 我去不了 我当时给她说了两句 那你去了干嘛 连我电话都不接呢 不是不接 去了之后我非常地忙 有的时候我给你回过短信 也给你回过电话 有的时候那你怎么样 你也就是说你也不接 你说的是回短信 回电话都是后来吧 前两个月你接过我电话吗 你接了电话就说 忙忙忙一会儿给你回 等到晚上12点也不回 后来我们回过去的时候 你怎么说的 不是在夜店就是在酒吧 你说的是后来 刚开始走的时候 是你不联系我 后来你想着联系我了 你当初跑干嘛去了 就是从刚开始走到后来 我听着时间好像不很长 你去南方现在有多久 六个多月 等于男生的意思是说 想娶她 所以去南方挣钱去了 对 钱挣回来了吗 有了 有了 但是 钱有了 人没了 确实我去了之后 有忙的时候确实 估计不着她 然后 到晚上的时候给她打过电话 然后也确实 我去了之后也挺苦的她 没人陪着她 然后我自己感觉也挺自责 现在这么自责 早干嘛去了 晚了是吧 我给她发短信也好 打电话也好 她几乎就是 不是很 不是很理我 打电话偶尔接 偶尔不接 短信几乎就不回 然后感觉心里很别扭 当时脑子非常乱 然后就从那边 说了一声之后 我就回来了 回来到她上班工作单位 去找她 没有见见她 没办法就到她家门口 就等了 一夜在半的时候 一个出租车开过来 然后她也出来了 还有个男的 后来呢 然后我找她去到里 说一说见见面吧 怎么回事 她的态度挺坚定的 坚定啥态度 很生我气 想跟我分手 想跟你分手 对 已经分手了 那你现在是单身 还是有朋友啊 而且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 就刚才她说的那个 当时那个男孩去接我 约会什么的 他就在我家附近守着 就特别无理取闹 我觉得 你现在有男友 是这个意思吧 你知道他现在有男友吗 我感觉他是很生气嘛 烦我去南方 可能就是气气我 你是气气他吗 你想太多了 因为我们两个人 从小的感情就非常深 然后包括我们开始交往的时候 都彼此 咱俩已经没关系了 而且我现在跟谁在一起 都和你没关系 而且我今天还把那个男生 给带来了 因为我不想他总是那么闹那么闹 大家都没法好好生活 我们能见见那男生吗 可以 那你帮我们请一下 就在台下 主持人好 教授男朋友好 哦 他喜欢都是同款的你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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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么称呼 小张 小张 对 怎么认识的 在夜店 朋友的生日聚会上 哦 认识了多久 差不多两三个月吧 才两三个月 哎 哦 你们俩现在什么关系 嗯 他俩没关系 恋人关系 我没是恋人关系 挺好是恋人关系 这儿有你来的什么事 我来是保卫我的爱情 跟你没关系好不好 他和你已经没关系 他单方面已经和你分手了 你知道不知道 那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根本就没分过手 我去那方也是为了他 他单方面 我们双方父母已经同意我们的婚姻了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呢 你不要老说结婚这个事 哎哎 喜欢这小子什么 就是我做什么事 他都能陪着我去 哦 就是支持我 不像跟他在一起 就是什么事都管 什么事都拘束 就是我跟他 我也可以陪你啊 我不是管你 我是爱护你 帮助你 帮着你 就是给他一种约束 知道吗 你不约束 一直在约束他 成这样一掐黑头发 现在这个眼睛 他现在这样怎么了 我可以喜欢 他现在应该保持他的个性 个性 你知道他想要的 他去做 他就让他去做 你是在干什么 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你知道吗 你永远把他圈起来 知道吗 这像亲爹和干爹在吵架啊 我要这样管闺女 不行 我要这样管闺女啊 他黏你吗 他相对来说比较黏我 因为我一直在 很非常的去照顾他 你能给他什么 你能给他什么 我能给他力所能及 我能给的东西 你别跟我说话 好好好 你能给的是 未来 未来 未来有什么 美满的家庭 很好的生活 你想要的都有 好 我想要什么了 我就想有人现在 就是我不让他去南方的时候 他不去 他能在身边陪着我 我可以回来 好 你能给他什么 我能力所能及的 我去尽全力我会给他 女生 我问几个问题好吗 你心里还有他吗 有 有 有 不可能那么快就忘掉 是吧 那你心里有他吗 没有 其实我们俩 并没有真正的交往 就是他这两个月 是一直在追我 他是在追你是吧 对 追到手了吗 还没有 那你今儿把他 弄来干嘛呢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 有点很过分 我觉得我 我就是现在我可以完全 接受新的生活 因为我 就是现在也有 一直都是在他阻拦 你知道吗 一直都是他阻拦 别提兄弟 说话 做点夜会也说 先去说 我就想告诉他 其实现在他不在 也有人在身边照顾我 我也过得挺好的 我问个问题 是没人照顾 咱过不下去是吧 因为我就特别那种依赖人 就依赖他依赖的习惯了 就我很不适应他 所以得有另外一个人 你来依赖是吧 那你在 你觉得你到底是跟他分了 还是没分呢 姑娘 分了 没有 分了 没有 你们俩好了吗 还不算还在 你是一个追求者 对 因为怎么说呢 在他和我告诉我 他是没有男朋友的 我始终认为 他告诉你 他没有男朋友 对对对 你一直认为他单身 对 我喜欢他 但我认为他 他所说的和他分手 就已经是真正一个 单方面的分手了 他没必要再去纠缠他 好好好 明白了 姑娘你到底喜欢谁更多一点呢 是我 在一起很痛苦 再跟你重塑一遍 我也不知道 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女生这么痛苦 两个男生火药味又如此之浓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为什么非要说女生过得很痛苦呢 我倒觉得她过得挺开心的 很多女生在一个男生身上 夺到他所有想要的东西过后 总会觉得有一些欠妥 比如说我喜欢一个男人 无时无刻不在我身边 那同样我也喜欢一个 无时无刻不在我身边的男人 还要给我一点空间 可是这个无时无刻不在我身边的男人 给不了我空间的时候 我就会去找一个能够补缺的人 那这个补缺的人恰恰就是什么 我想干嘛就可以干嘛 我想染头发可以染头发 我想染指甲可以染指甲 并且她还可以听我倾诉 所以我觉得两个男人合为一体 可能还真的是这个女孩才想要的 所以我特别想问这个男孩 你们消亡两个月 对 这两个月你们都会做什么事情呢 怎么说呢 吃饭 看电影 比如说还有哪一些 他上下班我会去接他去送他 上下班接送 对 他去做什么事情 我会尽我所能地抽时间去陪他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女孩了 既然你那么的希望一个人 无时无刻不在你身边 那为什么你还界定 他不是你男朋友呢 其实我今天叫他来 就主要是想气一下他 因为我觉得他太过分了 爱情不是找一个备胎 或者找一个第三者来气他的 那样是对爱情来讲 最大的一种侮辱 如果你真的是爱这个人的话 你不应该再找一个人上来 这样去侮辱他对你的纯洁的爱 其实我也想告诉他 就是即使他不在 也可以过得很好 同样是有人可以照顾我 如果一个女人 总是要求一个男人 照顾他的话 他曾养在家里的宠物 没有任何的区别 而且那也不叫谈恋爱了 那就叫我被别人圈养 所以我倒觉得 如果从我的观点来讲 我倒觉得这两个男人 都不是你想要真正爱的人 因为你没有办法给予他们爱 真正的爱情是我给你 你也给我 彼此之间互相爱 但是你只有索取 所以你叫索爱 不叫爱情 我觉得这个女孩呢 现在是在利用 来气的 为什么呢 刚才这句话已经 亲口从这个女孩 嘴里说出来了 你被人家当了一个 备胎都谈不上 仅仅是一个 希望自己男朋友 回到身边的一个工具而已 女孩太自私了 而且也太傻了 你既阻止不了她去南方 也不能让她回来 而你采取方式 恰恰是一错再错 你不给我回电话 你不给我回短信 那好 我也不给你回电话 我也不给你回短信 你不喜欢是什么 黑长直吗 我就给你来一个黄斗怪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让你回来 但这种表达爱的方式 太愚蠢了 你这样只能是既失去了她 等这小伙子明白过来之后 她也会弃你而去的 你真正爱谁 你真正心里只有谁 告诉我 只有我 你别说 你就是说得太多 做得太少 你说出这句话 既可以有可能 得到你的男朋友 也要给这位男孩 一个交代 同事你要跟他说三个字 对不起 那小张我想问你 你什么时候知道 他前面这一段 在我们认识 不长时间 他断断续续地 给我抱怨 给我诉说过一些 他们之前的一些事情 然后知道了以后 你就特别义愤填膺地 想要取代他 然后也不认为 他是有欺骗你的嫌疑 是吗 我到现在认为 他没有欺骗我吧 不过我还是觉得很庆幸 刚刚听到女孩说 你不是他的男朋友 你只是他的一个追求者 总算能让人看到 一点点希望吧 我觉得你们俩先 把你们各自的 要和对方在一起的目的 弄清楚 然后才想着 如何能走下去 我始终认为 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需要学会三件必备的本领 第一 学会尊重 尊重自己 尊重他人 第二 要学会经历苦难 第三 要耐得住寂寞 如果人人都耐得住寂寞 每一个结了婚的人 晚上各回各家 每一对恋爱中的恋人 能够饱受短暂的相思之苦 每一个独身的人 能够在寂寞当中 好好的 慎重地等待自己的爱情 这个社会会和谐许多 但就是有些人 耐不住寂寞 而且我还认为 你还不足以谈得上 是耐得住 耐不住寂寞 我们说一个人的时候 那叫孤单 想一个人的时候 那才叫寂寞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是因为想你才寂寞 你还算不上是寂寞 你只能说是无聊 还别说什么三年之痛 七年之痒了 什么时候就缩短到六个月 这太可怕了 而且从实际情况来说 六个月都不到 就那么需要依赖了 你口口声声说 你很依赖他 你怎么不跟他去南方 你口口声声说 依赖他 你黏着他 但是你在他 黏着他的同时 你不能回报相同的忠诚 所以说好好想想吧 我觉得有的时候 寂寞挺好的 能够让人冷静自己 想清楚自己要干什么 不能够忍受寂寞的人 在人格上相对不完整 跟男生说一句 不要企图去寒醒 一个想要装睡的人 否则的话 你就是在装醒 你口口声声的话 都是说醒醒吧 我才是爱你的那个人 醒醒吧 那些在你身边 招风影蝶的人 不过是想片刻地占有你 我们有十几年的感情 我才是全世界 对你最好的人 其实不是他在昏睡 是你在昏睡 对方已经跟你说得 明明白白 没有你的时候 任何人都可以来代替你 人家不愿意跟你结婚 任由你拉着我去 看那些所谓的酒店 准备婚礼的各种事情 按道理来说 这是情侣之间 手牵手的一种 非常兴奋的行为 他丝毫没有 他是为了应付你 压根不想跟你在一起结婚 你还不明白吗 你还以为他是昏睡的 你要喊醒他吗 是你在装睡 你在自欺欺人 所以说不要昏睡 十几年 十几年的互相了解 就换来今天的这句话吗 你不觉得不值得吗 如果你今天离开他 跟别的女生在就记住 你的那些所有束缚的方式 第一不对 第二违法 第三 没用 给人自由 一个人愿意跟着你 重视这段感情 你不用去求 不用去讲 他也是你的 还有你 你大概是在这段感情当中 最悲哀的人物了 因为他不是非你不可 你是寂寞的调剂品 这是你唯一的价值 当他说 我只是拉他来紧他的时候 你分明脸上 有了一丝丝 腼腆 有一点不好意思 其实你也不是很有底气的 对吧 他心里真有你吗 你在他心里几斤几两 你不清楚吗 你很清楚的 如果没有他离开时候的寂寞 你怎么挤得进来呢 所以你心里非常清楚 你跟他在接触的这段时间当中 他心里有没有你 所以说一个男人 可以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但是 是心里有你的女 而不是暂时利用你排解寂寞的女 好吧 在这儿重新拾回自己的自尊 去寻找自己新的爱情 这个男人你也应该 好好地拾起自己的自尊 该怎么创业怎么创业 该怎么奋斗怎么奋斗 还是有很多女孩子比他好嘛 对不对 就这样吧 亲爱的 全世界都不理解你的时候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还没接受这么多年了 我真的 真心知道 您现在做的所得所为 主要是为了什么 所以啊 这就是这个世界上面 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可以发生的理由和原因 有一个人是这样的 总有一个人会喜欢和欣赏 所以女生珍惜今天这样一个 清晰选择的机会 爱谁就是谁 两个都不爱就都走开 因为你要追求自己的生活 你还愿意表白吗 我想 你想 你还表白吗 表白 这是爱宝第一次 在黄金六十秒的时间 有三个人同时说话 我来排一下顺序 好吧 年龄大的 让年龄小的先说 来 我们一起进入 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来 小伙子 我想不管你是和他在一起 或者不在一起 我都尊重你的选择 你们在一起 我祝福你们 你们不在一起 也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吧 相处这么多年 感情也一步步 快走到婚姻的时候 确实有我做得不足的地方 请你去体谅 做一个男人心里所想的 我希望咱们还是 很好很好的走下去 因为我爱你 亲爱的 不用再犹豫了 姑娘 你看他们俩能 进一个门吗 我走下去吧 我走下去吧 他和我在台下祝福他 他走就是他还想给我一个机会 我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以女方为考虑的 记住啊 以后别跟那些 有情感纠葛的人 纠葛在一起 等他没有情感羁绊的时候 你怎么去追都没问题 要不然自己太苦了 谢谢你啊 小伙子 请回 请回 两位请回 看了一场糊涂的爱啊 来 请关门 请关门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5 4 3 1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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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没问题 我还是想就是给女孩小文啊 就是同样作为女性 给你一点建议 不管你的另一半是因为什么原因 要暂时地离开你 不管你有多么的迫切 想要她回到你身边 你都不可以 以很快的速度和别的异性交往 因为这是一个女孩不自重的表现 我希望你能改成这一点 对 我也祝福你们两个人 对 你赶紧跟那个小伙子 说句对不起吧 明明自己有男朋友 然后还跟人暧昧不清 其实我俩的事 他知道的都挺清楚的 其实他也知道我今天拉他来的目的 然后跟他说声对不起 这也差不多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会获得 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 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 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喊停 你喊吧 开始 接下来我们打开我们的幸福之门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请择幸福选择亚塞河来盼盼 盼盼到家安居乐业 你们将获得由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私部天使之媚提供的精美的面膜 他们有一句广告语 今天特别适合他们俩 叫给你我想要的美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 亲爱的 把手给我 做回我的女朋友吧 这个给你 都给你 以后我也会好好的 然后别改了我不好 来 手拉手走吧 祝你们幸福啊 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碰到了怎样的困惑 我跟他交往一年多了吧 他身边有一些朋友 总是莫名其妙的 说我有一些问题 虽然我接受不了的就是 他一次又一次的挑战我的底线 身边一些异性朋友 还依然暧昧不清 而且他跟他前女友还有联系 我觉得我自己那边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跟异性交往的话 那么我自己也会有一个度啊 身边的朋友呢 又不断地向我超紧张 所以这段感情 我还是觉得 我得再生考虑你交往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赵26岁 来自江西 是一名工程师女嘉宾 小林23岁 同样来自江西 是一名个体户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怎么认识的 源于一次那个朋友聚会 当时我手机出了点小问题 然后他就挺绅士的帮我解决了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他挺乐情的 后来就留了一个联系方式 这样认识的 那是多久之前的事呢 一年以前了 今天两个人为什么来 我就发现他跟疫情之间的 一些暧昧不清的关系 让我很苦恼 换而言之 你是希望我们能改变他 而不是要跟他分开是吗 也不是 那你今天为什么而来 就是看他今天的表现吧 我觉得我根本就 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坏 其实我觉得我还挺好的 他对我有点误会 好 你说在你们交往半年之后 你发现这个男生 有一点点花心是吧 是的 之前是身边的朋友提醒过 就刚开始在一起嘛 然后我不知道带他去见我闺蜜 然后之前我不知道他跟我闺蜜 在一起啊 他就说了我男朋友一些 跟异性朋友保持一些 暧昧不明的关系 然后当时我就很不开心 我还跟我闺蜜吵了一架 后来我闺蜜就走了 那事情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很多遍吗 你那个闺蜜 我当初很早就认识 在两三年前 她在一次很多人的时候 她跟我表过一次白 知道吗 然后我当时可能拒绝的方式 那个女孩子就是不是很开心 让她丢了面 然后她可能后来知道你跟我在一起了 她就以那个事情报复 好吧 如果闺蜜是曾经追过她追求者 那我身边那些异性朋友 为什么也这样说她 我就搞不懂 难道男性也追你吗 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傻 你那些男性朋友对你有意思 你看不出来啊 都已经完了十年八年了 怎么可能有意思 现在才说啊 等到你都在一起了 再跟我说有意思 十年八年 人家小时候不懂爱啊 然后后来慢慢地跟你接触了 觉得你这个女孩子挺好的 人家想跟你在一起啊 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是 知己的关系而已 但是却发现你跟我在台恋爱 人家就想猜上我们 然后跟你在一起 你看不出来啊 后来你发现什么了吗 有一次我身边 也是我安得好的朋友打电话 就是说她亲眼看见 她去一个酒吧里面 而且撞见了她两三次了 而且是跟同一个女孩子 感觉就是不是那种普通朋友的关系 那个女孩子还是在酒吧上班的 所以我当时就很生气 我觉得她就是故意去看她的 那个女孩子是我好早之前 就认识的一个普通朋友 而且我去玩 不是我单独自己去 我是跟我一大帮朋友一起去 因为她身边也是 喜欢泡巴伦比较多 然后她后来有一个朋友 就自己开了一个酒吧 然后她就叫了我好几次了 然后我当时就说 那我就不喝酒吧 我就陪她去一次吧 结果刚落座 就有两个女孩子过来 就说啊什么什么什么 好久不见呢 然后就说好久没来玩了 没看他们什么什么的 当时就关系就感觉让我很不舒服 后来我就去下洗手间 等我刚上完出来 我就看见一个女孩子 浓妆艳抹的那种 然后穿的是那种很紧身的包囤裙 然后就这样搭在她的肩膀上 跟她很亲密的俄语 我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 然后当时我就发飙了 我真的是跟她在一起之后 我就很少去酒吧了 所以我去了之后 人家就之前的一些很熟悉的朋友 看到了 当然会过来打个招呼 女生的意思是说 男生在酒吧里有一些 跟其他异性的暧昧举动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 就是后来 因为那天我不是发火了嘛 第二天然后就说哄我开心 然后就出来吃个饭 刚开始吃饭挺开心的 我后来就发现 她那个衣服领子上 有一个很黄很黄颜色的头发 可是我头发明明是黑色的 然后当时我就很奇怪 我就问她 我就质问她 那个头发哪来的 是这样的 那天我在 中午我在上班 你总有说辞是吧 好好说 中午我在公司上班 然后我有个女同事 她在当时睡觉 她就问那衣服穿不穿不穿 借我穿一下我有点冷 然后我就直接借给我同事穿了 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上面有头发 我不信反正 这个气根上面好像 信任度就不太够 就我感觉她离我已经越来越远了 因为半年之前 包括她刚开始追我的时候 对我不是这样子的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暖男吧 但是我觉得她 跟我在一起之后的表现 让我觉得她不仅暖了我一个女孩子 她暖了其他的 因为她一直在玩一个叫默默的软件 因为这个软件就是一个 就是约会 交友 我觉得她都已经有我这个女朋友了 她怎么可能还会想的 去教别的女孩子呢 她那里面还晒了她跟其他女孩子的合照 然后当时我就很气 而且她不仅发合照 她就老组织那个群聚会 你知道吗 默默这个东西 我当时跟她在一起 跟她在一起之前好早的时候玩的 跟她在一起两年前 因为一大帮朋友都在玩嘛 然后基本上就相当于是一个交流的一个工具 那后来我跟她在一起之后 我就真的是很少去玩这个默默了 很少 可是你都有一个外号叫默默小王子 我当时听的时候我都很 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好吗 你要看我跟你一起之后啊 我跟你一起之后 我有经常去参加单身聚会吗 我有经常去跟人家 不是 你去过吗 别说经常 去过几次 那你还是去过吗 我是陪我朋友去一下 好吧 她每次反正都有理由 你说要半夜12点钟 那个短信怎么回事 是不是前女友发的 大半夜了12点了都要睡觉了 发一个什么过来 明天去撕名牌吧 当时我看的短信我就挺气的 我就把手机摔了我就走了 当时是这样的 我前女友组织了一个活动 就是大家一起撕名牌 然后就少个人 问我有没有时间去 就后来我们因为这个是吵架了 她还把这个事情给前女友说 你的意思是说她经常跟她的前女友 会有联系是吧 对 是吗 就我们因为这个事情 后来吵架她也跟她说 我跟这个前女友 关系还不错 就是我们分手之后 跟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知心朋友的关系 她都跟她前女友还保持联系 你觉得这样做为女朋友 我肯定吸引不住 你不也跟你前男友保持联系吗 就前一段时间她大半夜接个电话 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说你跟谁打电话呢 她说前男友 她跟她前男友接电话 接着大半夜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不想她哭什么东西 怎么这一说又要哭啊 怎么了 因为 因为那个 之前这个男朋友 我确实谈了有三年的时间 是大学的时候论识的 她对我确实很好很好 后来要分手是因为 她家人在催 然后那个时候我才读大学吧 不可能那么早就跟她定掉 所以说我觉得是我各方面的原因 不是她不够好 真的 对于我来说是比较难忘一段回忆 然后我后来分手之后 一直走不出那个阴影 直到后来遇见了她 就 她们之间有一些相同点 所以才让我对她有一些好感 那天晚上你前男友 道理给你打电话 说了什么你哭得稀里哗啦的 可能是我心里面有一道疤吧 然后就 所以就当时接了那个电话 在电话的时候我就挺难过 她其实就围了一句 然后我当时眼泪就掉下来 就那个男生现在围一句 你就掉眼泪啊 她之前真没跟我说过她前男友的事 她也没有问过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我不提 我如果一提我就会难过 我觉得但是我今天知道 我跟她前男友很像 我现在觉得我有点悲哀 啊 假如你的前男友现在有机会 又单身了 你会怎么选呢 然后她又来找你 这个估计不可能了 万一呢 万一我就曾替代她 不不不不不不 你听人家说嘛 过去了就让她过去吧 那她怎么会违一下 你就哭成那样呢 回忆的美 因为我就觉得她 这段时间对我不太好 所以我才又觉得很委屈的酷 我成了我之前 把她可能当做了她的影子吧 但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两个人毕竟成长环境 家庭背景不同 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也慢慢能接受她的一些 小缺点小毛病 就是大方向的事情 只要不犯错误 基本上也不是好容易发脾气 那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呢 我越听越糊怒倒是 就是我觉得她不端正 她交友的态度 而且我觉得 她跟异性之间的暧昧关系 让我现在觉得 要重新审视这个人了 好 我要问就问这么多 更多的时间留给老师们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女孩上台来说过一句话是说 我要看看你今天的表现 然后来评判 我们要不要在一起 你所给的所有的表现是 我辩解 我辩白 我给你解释 然后我不会关注你的感受 我只关注我 想要讲的我的道理 你没有真正做到 她想要的你的表现 而你在乎的 真的只是你的感觉 真正的爱情 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主角 然后共同去演一场 能够演下去的 白头到老的剧 但是你们没有找到 彼此适合的男女主角 就在这里演了一场很荒唐的闹剧 所以我真的不太看好你们 女孩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了解她吗 大致上了解 第二个问题 你信任她吗 不用回答 我也知道答案 当然是不信任 她为什么花心 你看到了什么事实 都是听别人说 自己朋友说她是花心的 你已经假设她就是花心的 不信任的背后是什么 你就根本不足够了解她 为什么不了解她 因为她像你的前男友 你这么不信任一个人 为什么不跟她分开 因为你心目中的影子 就是前男友 你现在一直对于前男友 你们俩的没有在一起 同时她又结婚了 一直是耿耿于怀 所以你不要再欺骗自己了 你真正正正地了解 并且信任这个男朋友 你真正是想跟她谈恋爱 还是想跟自己的前男友谈恋爱 你要搞清楚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 放下了前男友 我是想好好跟她活 你放下了吗 放下了 那一通电话之后 是彻底地放下了 没有啊 你要放下你就应该信任她 建立信任前提就是 了解她 并且爱上她 你今天明白什么了 今天我明白 她可能不是 我想象中那么爱我吧 你做的是足够像她 想象那么爱她吗 你在跟那些所谓的异性 或者单身那些派对去出席的时候 你以自己什么身份去参加的 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对不对 所有女孩的 所有种种怀疑 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你是有值得被人怀疑的地方 你做的不对 而且如果真正爱这个女孩的话 一定要做到两个字 自律 所以如果你们俩真正要开始一趟 真正的恋爱的时候 首先从了解对方开始 然后互相有信任 才有可能继续地爱下去 男方爱张罗单身聚会 他喜欢和别的异性拍照片 然后给你的理由 是要提升自己的人气 而且他会跟他的前女友们 纠缠不清 而且乐此不疲 引以为好 好像这个是他颜值很高的一种 肯定 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对吧 你刚才说他对你很暖 我记得我在网上看过一段很火的话 他如果只对你一个人暖 他是暖男 他如果对所有的异性都暖 那叫空调 是的 所以请你记住这段话 而且你一定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他为什么某些方面 那么像你的前男友 为什么你前一段和这一段 都有那么多相似的地方 你也要多看一下自己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好吧 就这样 爱情是排他的 心里装得下一个人 就挤不下别人 这是人的本能 而且同时 当一个人发现 我对我此时此刻的爱人和爱情 有那么一点不忠忠的时候 我会产生一种天然的心理 就是愧疚 但是我看不到你们俩有愧疚 男生任何的划心的行为 全部都找得到解释和理由 我不说他划心不划心 但是或多或少 在你的行为举止当中 有破坏这段感情的地方 但是你没有愧疚 因为你在解释的时候是那么的头头是道 当一个人对自己的爱人和感情没有愧疚的时候 我很难说他是真正的爱上的这个人 而你也没有愧疚 相反 你对你的前男友有愧疚 你说你放下 但是你刚才提起他 你明明还差点要落泪 你说他不要划心 是 他的划心可能针对了不同的对象 但是其实你也没有那么专一的 你的思绪的很多部分 有没有放在前男友身上 有没有时时刻刻把他和前男友去对比 这是一种极度的不公平 但是你也没有愧疚 一个女人为谁落泪 而且是那么的情不自清 拦都拦不住 你说他喜欢谁 最近一目了扰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明明知道一个男人是一个空调 但是依然对他念念不舍 会因为一些小的温柔而忘记了大的是非 因为不甘心 越有女人抢他 我就越要占助他 而不管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必要 值得我这样去付出 那是因为他有太多的可争抢性 所以当一个人被争抢的情绪蒙蔽双眼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乎这个东西值不值得我抢的时候 这就很可悲 而你还有一点不同 你之所以抢不光是要战胜其他的女性 还有一点 是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前男人 就更不想再失去他 你更不甘心 所以好好去想一想 自己在要求对方的同时 内心有没有愧疚 我不赞成所有的夫妻之间 天天内心都有愧疚感 那就问题大了 但是人都会有行为 思想有偏离的时候 就恰恰是因为每个人有愧疚 才让你不偏离这条轨道 让你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 才让你的脸皮能熬上几分 而不是厚得比城墙都厚 愧疚是一个人 节省自好和自省的最佳法子 就这样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当你还没走出来的时候 别试着再去恋爱 好多人都说 好多人都不信 不信的人后来都摔了跟头 而且摔得很惨 其他的自己心里都是有数的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跟你在一起一年多吧 刚开始在一起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还是挺幸福的 然后后来由于一些种种的原因 可能你对我产生了一些不幸能和误会 我觉得可能 是我自己行为上有做的不好吧 但是我也希望你以后能够 更加的承受一点懂事一点 不要太多的去猜疑 然后我这边我也会 妥善地处理好我自己的异性方面的人际关系 希望你能感觉到我对你独特的好 希望我们一直走下去 让那些不看好我们的人 见证我们的幸福 你确定以后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你能断了跟异性之间 比较暧昧的关系吗 不过不能的话 我看我要考虑一下 能的话就再说吧 来 两位请回 请回 谢谢你们 这边还有东西要交给大家 好 希望你能看了这个东西之后 再决定你要不要留下来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心理的 开心 美 population 听起来 关于我们俩的一个约定 一起去过的地方 然后许下的愿望 就是去年的时候 他把照片洗出来了 其实我还是挺相信 他的人品的 就是各方面啊 胡说 刚才分明是你把他的人品 说的不刚一气 但是因为来的时候 不是 他做了一些 这个基本的道理是这样的嘛 我可以说 你不可以说 对 但是我男朋友 所以你看你看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 我们的小话筒吧 来 有请小话筒 选择幸福 选择亚赛何来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谢谢啊 请回 请回 在这里要恭喜你们获得了 由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四部天使之妹提供的 精美的面膜 他们这广告语挺好的 给你我想要的美 一会儿送给他 好吗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 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时刻吧 答应我不再开屏了吧 我把屏剪掉 虽然可能被大家不太看好 但是还是谢谢大家的祝福 谢谢 谢谢两位啊 谢谢老师 来来 要那么不看好我就不坐在这了 还是可以努力的 我知道图老师的性格 他就刚好就走吧 来 站这儿吧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会获得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图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喊停 开始 停 谢谢两位 祝你们幸福请回 还是祝他们幸福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老图有话说 天天圈的用户提问 我们恋爱四年 一第三年 最近女朋友要和我分手 说我打电话没有关心她 去年她同事说 她和一个男同事有点暧昧 后来我跟她说怎么处理 我信任她 不过现在跟我打电话想分手 我舍不得她 之前也说过一次是考验我的 这次又提分手 你的女朋友是不是在考验你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生活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受时间的考验 其实在生活当中 恋人之间谁也别去考验谁 因为谁的智慧都不如生活 生活是最大的考验 同时时间能够考验一切 但不只是考验谁忠诚不忠诚 而且有的时候也会考验谁勇敢不勇敢 恰恰是我认为这三年的考验 你输了都三年了 你还不过去跟她在一块 我们的节目是由 私部集团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私部天使之妹冠名播出的 感谢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途牛 途牛旅游网提醒您节目播出期间 打开APP摇一摇 摇出百元红包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